经过不懈的努力 郑贤写的小说终于被一家出版社看中 为了庆祝 他买了一辆车 准备带妻子云姬去树草的海边旅游 这是他一直以来都梦想去的地方 不过出师不力 在刚上路不久 从休息站准备出发时 他们就意外撞到了一个男人方脸男 好在车速不快 方脸男并没有受伤 去医院就不用了 但希望能搭他们的顺风车 有了一个外人在 两人也不好像之前一样说笑 车内的气氛有一些诡异 方脸男坐在后座 一直满脸阴森的看着他俩 随后像是为了打破这种诡异的沉默 方脸男问他俩想什么时候死 这话什么意思 赤裸裸的挑衅让郑贤十分不爽 立即将车停在一边 想要将他赶下去 方脸男立即打去的说道 自己是开玩笑的 但哪有人开这种玩笑 更何况一点也不好笑 云姬拉了拉郑贤的胳膊 示意他算了不要计较 谁让是他俩有错在先呢 好在后面的路途还算顺利 方脸男没有再出口惊严 到达目的地后 郑贤说他们要去一旁的别墅办理入住 和方脸男不同路 他也失去的下了车 可在临走前却笑着和郑贤说道 他从来都不和别人开玩笑 虽然方脸男看着很奇怪 但好在大家已经分道扬镳 郑贤和云姬也就没有太在意 一望无垠的大海 让人心旷神怡 所有的烦恼不开心都被抛住脑后 两人笑着闹着 享受着美好时光 晚上 心情美丽的两人准备来一场深入交流 不想刚进入状态 阳台的玻璃窗却不知道被谁用石头砸碎了 云姬心里顿时不安起来 正嫌安慰他 说这肯定是附近的小孩 或者是醉汉弄的 不要放在心上 随后两人联系前台换了个房间 第二天 两人开车继续前往下一个景点 不想路上却有一辆越野车故意憋车 其次下来 郑贤心中怒火中烧 在有一次被憋停 还差点撞上去后 见越野车停了下来 郑贤再也忍不住了 冲到对方车前 不想开车的居然就是方脸男 而且他还出言侮辱云姬 本就一直压抑心中愤怒的郑贤 这下彻底失去了控制 一拳就将方脸男打倒在地 随后对其拳打脚踢 直到最后被路人拉住才作罢 原本以为有了这次教训 方脸男就会有所收敛 没想到当郑贤在泡温泉时 却被方脸男从背后偷袭 将他的头死死地压在水里 就在郑贤要坚持不住时 方脸男突然松开了手 郑贤赶忙穿好衣服追了出去 却被迎面走来的警察拦住了去路 方脸男已故意伤害控告郑贤 因为人证物证齐全 如果方脸男不撤诉 郑贤肯定会被判刑 此时他方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方脸男的计谋 他故意用憋车的方式激怒自己 然后让郑贤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他大打出手 再借机报警 可即便知道又能怎么样呢 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将他救出来 于是云姬去找方脸男道歉和解 没多久郑贤便被犯了出来 得知和解的条件 就是要带着方脸男一起旅行 他心中一百个不愿意 一顿饭吃得极其不痛快 实在没办法和方脸男相处的他 借口出去上厕所 方脸男也紧随其后跟了上来 将郑贤狠狠痛打了一顿 还丢了一把刀给他 让郑贤杀了自己 这是什么要求啊 郑贤有点懵了 方脸男抓住他的手握着刀 抵住自己的下巴说 如果郑贤不杀了自己 那他一定会杀到他俩 郑贤自然是不敢杀人的 似乎早就料到这个结果 方脸男满脸嘲讽意味的 转身离开了 晚上回到房间里 云姬心中的不安越发强烈 他觉得方脸男 就是一路刻意跟着他们的 所以他想结束这趟旅行 早点回家 可好不容易才出来一趟 又是云姬做梦都想要的 海边旅行 郑贤说什么也不愿放弃 收拾好东西 两人决定偷偷溜走 摆脱方脸男这个大麻烦 一切看似都很顺利 方脸男没有跟上来 就在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时 汽车居然在半路上出了故障 拖到修理厂时被告知 这是有人恶意剪断了车内的排水管 不用说 肯定是方脸男干的 他就像是个恶鬼一样 冤魂不散地缠着他们 再也受不了的云姬又提出回家 如果一直这样担惊受怕 那还真不如回家 所以这一次郑贤同意了 眼看问题就要得到解决 云姬的心情也好了起来 随后他起身去上厕所 郑贤在外面等了半天也不见他回来 便前去寻找 结果只看到云姬的包 而他人早就不知所踪 无奈之下 他只能到警察局报案 却被告知需要失踪24小时才能立案 他不想浪费哪怕一秒钟 所以就干脆坐在警局里等时间 当半夜他被一旁桌上的电话铃声吵醒时 发现自己的手竟然被靠在椅子上 而四周空无一人 连拖带拽地将椅子挪到桌边准备接电话时 赫然发现桌后一名警察被割喉倒在了血泊中 此时原本停下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他接过电话传来方脸男的声音 让他到国道91号来 否则就杀了云姬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弄出来的 来不及思考方脸男为什么要这么做 郑贤便立即开车赶去指定地点 路上一辆大货车紧紧跟在他的车后 等他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来不及了 大货车猛地撞向郑贤 然后想要将他的车推到山坡下 好在关键时刻郑贤及时跳出车外才幸免于难 这时大货车已经逃之夭夭 当他在路旁发现大货车时 里面早已不见了人影 突然一根棍子将他打晕过去 再次醒来时 郑贤被绑在一个房子里 一旁还被绑着云姬 而绑架他们的正是方脸男 他撕开郑贤嘴上的胶部告诉他 如果想要活命就必须杀死云姬 他可以帮郑贤动手 只要郑贤开口让他帮忙就行 可那是自己的妻子 郑贤怎么会让别人杀死他呢 见他不愿意松口 方脸男一根根地掰断他的手指 钻心的痛楚让郑贤脸上的表情都变得扭曲了 在掰到第四根手指时 外面传来了车声 方脸男出门查看 云姬趁此机会 用木桩上的铁钉割断了绳子 而方脸男则将路过的男人割了喉 在他推门进来时 躲在一旁的云姬拿起铁锹 狠狠地拍向他的脑袋 见方脸男昏厥过去 又立即跑去给郑贤松绑 然后迅速逃离这里 方脸男醒来后立即开车追赶 此时郑贤和云姬已经逃到附近的村庄里 并且利用小卖部的电话报了警 见方脸男开车撞向云姬 郑贤想都没想快跑上前将其推开 自己则被撞倒在地 而方脸男的车则撞向了旁边的房屋 虽然郑贤身受重伤 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 被警察解救出来后 暂时在当地的医院接受治疗 还有警察保护 而上次的撞车并没有让方脸男死亡 还成功地逃脱了警方的逮捕 经历过这一系列的事情 云姬和郑贤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 随着郑贤的伤势不断恢复 两人准备回去接受治疗 临走前 云姬去拿郑贤的治疗报告 门外的警察也临时有事走开了 这时有人推门进来 郑贤还以为是云姬回来了 不想却是方脸男 他一把将郑贤推到床上压在身下 再一次逼问他 让郑贤求自己杀了云姬 郑贤自然不肯 他便又一根根地掰断郑贤的手指 控告无以复加的郑贤嘶吼道 你干脆杀了我吧 方脸男却意外地松开了手说 他是不会杀郑贤的 其实郑贤不求他 他也可以杀了云姬 说着就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丢在地上 从里面滚出一颗脑袋 正是云姬 心爱的人被杀死 郑贤心中的悲痛无以言表 他拿起一旁的匕首 狠狠地刺向方脸男的腹部 一刀两刀 不知道刺了多少下 方脸男倒在一旁的病床上 趁他还有最后一口气时 郑贤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方脸男却说 因为他和云姬看起来很幸福 得到答案后 郑贤给了他最后一刀 在经过漫长的治疗后 郑贤身上的伤势得以痊愈 出院前 逐之医生问他 对日后的生活有没有规划 郑贤没有说话 只是笑笑 随后他拎起行李 等候在路边 寻找机会 上了看似很幸福的夫妻俩的车 虽然影片的结尾 并没有明确表明 但可以预见 郑贤走向了方脸男相同的道路 而方脸男之所以会 如此残忍地对待他人 应该也是曾经遭遇了相同的事情 只是不知道下一个经历这些折磨的人 能否中断这种恶性循环 其实能够止住恶的最好方法就是善 当你学会用善良来面对事件一切恶意时 生活自然就会变得美好 往往人们都在抱怨命运的不公 经历的磨难 其实这些赋予你的能量和意义 在于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 如果想要人生幸福快乐更多一些 就别忘了心中的善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小桃 我们下期再见